所以我們這邊大概是一個很簡單的示意圖 讓各位可以看出甲粒子在細胞膜內和膜外的一個流動的狀況 其實它就是維持在一個動態平衡 它有往外的方向也有往內的方向 往外的話通常都是由於diffusion所造成的 往內的部分的話就是因為電位的分佈造成的一個吸力 把它從外面吸引進來這樣子 再仔細一點點來看 其實這個結構會比剛剛再複雜一點點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我們的甲粒子是藉由這些出口在進出的 對不對 那些其實不是一個隨便破一個洞然後就露出去這樣子 其實我們細胞膜是一個非常精密的結構 它在上面有很多的這些所謂的離子通道 Ion channel 那甲粒子通道呢 它其實甲粒子就是透過甲粒子通道來進出我們的細胞膜的 那這個地方我們畫一個比較更為精準的一個示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很多小小的顆粒排列起來的 有正負量就是有兩層這樣的結構 它其實就是細胞膜的主要結構 它是一個雙層脂質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脂的話是脂肪的脂 Lipid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把它叫做Lipid Bilayer 它是由脂質所組成的一個雙層的結構 那基本上因為脂質是一個中性的分子嘛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中性的絕緣層 它可以隔離包內和包外的一個環境 再來呢在這些脂質的結構大片的脂質結構上面呢 其實是會有一些蛋白質的結構像這種通道類似這種的 的這個channel 那它其實就是可以讓我們的這個離子來通透 可以從外面到裡面也可以從裡面到外面 這是雙邊的 這個通透的方向是兩個方向都可以的 那以甲離子的分布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會造成的是 裡面的會比較多這樣子 所以大概分布的話是裡面的濃度高於外面的濃度 那它就會有這種分布的現象 那因為電位的關係它產生一個負的電位 在resting的這個狀態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包內低於包外的一個環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正負號呢 是膜內是一個負號 膜外的部分呢是一個正號 那其他地方有一個大正跟大負並列在一起 那代表是以比較聚觀的環境來看的話 他們還是主要維持電中性 只有在這個維系細微的部分呢 膜內膜外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有這個電位的差別 產生這個drift的這個狀況 OK 那我們的環境裡面 可是問題我們環境裡面除了假離子 我們剛剛說過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離子 包含了鈉離子 包含了鈣離子 包含了氯離子 那不同的離子呢會怎麼樣 會使用共同一樣的通道嗎 其實是不一樣的 每一種離子都有它特別的路要走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鑽用道這樣子 每一個離子都有它自己的鑽用道 它會走不同的鑽用道 那我們也可以去控制這些鑽用道的這些通透的一個狀況 來控制我們離子在擴散的時候的一個速度 或者是一個狀況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以這邊的圖示來講的話呢 就是在跟各位說 其實這個通道有很多種 它用不同顏色來表示 不是說真的離子通道有自己的顏色 不是 它只是告訴你說它有不一樣的東西 像比如說左邊這個就是綠離子通道 中間這個就是假離子 右邊這個就是那離子 然後我們剛剛 藉由著這個濃度的差異 所算出來的這個電位差 這其實是有一個名字 我剛剛有 我們投影片上面有出來 但是我沒有講 它其實叫做Nerns Equation Nerns的話 是提出了這一位先生的名字 紀念它而命名的 所計算出來的這個電位差 我們叫做Nerns Potential 它其實就是包內細胞膜電位 包內相對於包內的這個電位差 每一種離子的話 它的分布可能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也就是它的濃度 大家的濃度不是都是一致的 像我們剛剛說過的假離子 是細胞膜內比較多 膜外比較少 可是其實那離子剛好會反過來 那離子的話是裡面比較少 外面比較多 綠離子其實也是裡面比較少 外面比較多 所以每一個細胞的狀況 每一個離子的狀況 可能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以我們在討論細胞膜電位的時候 我們最常講到的離子 大概就是三種 OK 這三種離子最容易影響我們整個 細胞膜電位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列舉出來一下 以上這個圖表呢 表示了在我們剛剛那個 透抽的Giant Axon 巨大圖數軸圖裡面 它的離子濃度的分布狀況 那這邊三個肉 我們說只是橫、橫、列 三列的話分別代表不同的離子 第一個column呢 代表的是細胞膜的濃度 OK Cytoprescent 它代表的是細胞膜的一個環境 單位的話是many more OK 所以這是一個濃度的單位 那第二個column 這個column的話呢 代表的是extracelular 也就是細胞外 細胞膜外的濃度是多少 OK 然後呢 右邊這個column呢 代表的是 在這樣子的濃度底下 代入我們剛剛的公式 所計算出來的 nense potential分別是多少 單位的話是mV 所以這個時候 有了這個排數字以後 其實你可以試著自己算算看 各位應該都有手機嘛 手機裡面應該都有計算機功能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自己來算一下 我們只要代入這個公式就可以了 對不對 剛剛已經推導出來過了 那最右邊的nense potential的單位 都是mV 所以你可以自己改一下 前面這個數字會變成61.5的話 它的單位就會變成mV 乘上1000就好了 那後面呢 只要做log的運算就好了 以log的運算來講的話 假離子其實還蠻好做的 怎麼說呢 因為外面是20 裡面是400 剛好可以整除 太好了 一除出來以後呢 外面比較少 裡面比較多嘛 對不對 20除以400 剛好是20分之1 log20分之1點多少 大家都不是電腦沒有關係 你的計算機裡面可能也沒有log的功能 但是它剛好是 負的log10 再減掉log2 log2 log2是0.301 所以roughly那個number是負的1.301 也就是說呢 我們幫各位算好的 你只要去做一個乘法就好 61.5乘上1.301是多少 這個大概沒辦法用心算算出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你拿電子計算機算一下 我需要你告訴我 你看到的數字是多少 有人算出來的嗎 80很好 我上面寫的是74耶 當然剛剛應該還要加上一個負號 所以你算出來的結果應該是負80個minivolt 對對對 但是我這邊寫的是負74耶 奇怪我剛剛導出來的公式 跟我們在slide上面所顯示的東西怎麼不一樣 誰錯了 當然80跟74不會差太多 通常來講在電子學裡面 只要差10% 我們都可以當做近似 不過這個我們要要求精準一點 怎麼會差那麼多 很好溫度 我們現在看的是什麼東西 無賊所以跟人的體溫有沒有一樣 很好啊 就是這樣而已 請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這個近似 我們考慮的是誰 人體 因為我們想要看 知道的是人體的細胞膜的狀況 所以我帶了310進去 絕對溫度進去 可是你用想就知道 雖然大家都跟無賊不會太熟 只有吃過它而已 但是你也可以想得出來 它的體溫是37度嗎 不太可能吧 海水的溫度怎麼可能會到37度 對不對 20幾度就了不起了 還37度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大概去回推一下 74個mV所反應的溫度大概是多少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大概是10幾度 設施10幾度 那這樣子就比較make sense OK 所以你也可以用我們在這個地方 所算出來的溫度去回推 這個那和氯 我想應該會得到類似的結果 OK 其中呢 甲我們剛剛已經看過非常多次了 裡面的濃度比外面的濃度還要高 對不對 所以它所算出來的nose potential 一定是負的 那以那來說呢 它剛好它的分布跟甲 是相反的 外面比較多 裡面很少 可是這麼一算出來的話呢 那個對數裡面的數值 其實是那個ratio 其實是一個大於1的狀況嘛 對不對 所以所相對出來的nose potential 其實是正的 OK 再來 綠呢 它一樣是裡面比較少 外面比較多 計算出來呢 剛好差一個負號 為什麼 不要忘記了 我們之前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有一個架電量 有一個z 只是因為我們當時在考慮的是甲離子 所以我自己用正1帶進去了 可是綠離子的架電量是-1 所以剛好在等號的右邊 會插一個負號 插一個負號的話 那就把我們這邊所計算出來的 nose potential 剛好反向 OK 所以 雖然它是外面比較多 裡面比較少 跟甲剛好相反 但是他們所代表的nose potential 都是負的 都是負幾十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好 到這邊有問題 雖然大家都不接話 但是如果你有先看同影片的話 你就知道 我記得有一個問題給你們 可是問題就是同一個細胞 同一條axon 同一條神經的軸突 怎麼會算出三種不一樣的電位 我們這個電位是怎麼 我們剛剛講 membrane potential的話 是細胞膜內相對於膜外的電位差 對不對 就一個東西 膜內相對於膜外也只有一個電位差 怎麼會根據不一樣的離子 就會算出不同的電位差出來呢 原因很簡單 我們當初在導這個公式的時候 我們做了什麼事 我們其實有做一個假設 那個假設就是 在我們的半通透膜的兩側 只有一種離子 我們說我們只考慮假離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有考慮 單一一種離子的穩定狀態而已 可是問題我們不只有假離子 在實際的狀況裡面 只要有離子通道的這些離子 都需要考慮進來 只要它能夠通透 其實你都應該要考慮進來才對 所以其實你必須要同時去考慮 假離子、納離子和氯離子才對 換句話說 這邊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模型 這個推導其實還是 它還是在某些狀況之下還是成立的 只是它是一個比較簡化的模型 它告訴你 只有在一個離子存在的時候 我們的電位和離子濃度之間的關係 但是實際上 我們要考慮多個離子 考慮多個離子之後 其實你的計算 可能就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包含了 其實我們需要考慮到 不同離子通道 它自己的通透性是多少 這個地方我們講了一個名詞 叫做通透性permeability 它其實代表了就是 離子穿透細胞膜的一個能力 這個東西是由離子通道可以去控制的 離子通道可以去調控的 也就是它容不容易穿過 就有點像你這個 所謂的專用道到底有多寬 當它是一個三線道的時候 當然跑得比較快 今天只有單線道的時候 中間還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時候 你當然跑得很慢 對不對 就有點像這個概念 只是我們把它用一個常數的概念 來跟各位呈現 叫做permeability 簡寫為P 所以考慮了不同離子通道的通透性之後 我們可以稍微把剛剛的Nern's Equation做一些調整 詳細推導的過程我們就先忽略掉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一下結果 這個結果我們把它叫做Goldman Equation 所謂Goldman Equation 就是討論在不同離子的狀況之下 很多的離子狀況之下 我們的membrane potential 細胞膜電位 跟這些離子濃度之間的關係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公式 其實跟剛剛的非常的類似 它差的只是在對數裡面的這個 分數 分子和分母的地方有一點點不一樣 剛剛我們討論的只是一個特殊的狀況 一個特例 也就是只有甲離子的時候 你可以留下這個地方 剩下如果這些納離子跟綠離子 都是0的時候 帶進去這邊都不見了 對不對 那這個上面也是Pk下面也是Pk 它都是甲離子的通透性 所以可以消掉 那就會跟我們黑板上的東西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因為現在有不同的離子 所以我們要考慮這些東西進來 OK 其中P呢 代表的是它的Premurability 通透的能力 這個數值越大 代表它通透性越好 OK 用這樣子的方式計算出 它相對應的電位是多少 那此外 另外你各位需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這邊的甲離子和納離子的部分 在分子的話都是磨外濃度 分母都是磨內濃度 但是綠離子剛好反過來 原因也很簡單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架電子 他們的架電位剛好是相反的 一個是正電 一個是負電 所以它的擺的位置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代入的時候要小心這樣子 OK 如此一來呢 你就可以獲得真正的一個 穩定態的一個細胞膜電位 我們就把它叫做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這個就是在沒有受到刺激的狀態之下 細胞膜的電位是多少 OK 所以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知道 細胞膜的電位是多少的話 除了剛剛的濃度分布以外 我還需要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離子的通透性 Permubility OK 所以我們再看回來剛剛的例子 前面這個三個column 可能沒有辦法足夠讓我們 算出這個離子的那個 這個電位 膜內的電位到底是多少 但是我們還要加上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Permubility 在這個地方我們不提供絕對的數值 因為其實你只要有相對的數值就可以了 OK 那大致上來講 如果以甲離子為標準的話 那鈉離子和氯離子的通透性 大概是0.04和0.45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甲離子的通透性 其實是比鈉離子還要高非常多的 它其實是所有的離子裡面 通透性最高的一個離子 再來的話是氯 再來的話才是鈉 OK 所以換句話說你可以發現 當你通透性越高的時候 在剛剛那個goldman equation的計算裡面 我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通透性越高的話 那相當於在這個計算 分子和分母分別的計算裡面 你所佔的waiting就越強 waiting就越大 那以利率 鈉來講的話 剛剛的Permubility很低 只有0.04 所以換句話說 在這個計算裡面 它所佔的比例是很低的嘛 也就是說納離子的濃度 其實對於整個電位的大小 比較沒有影響力 甲和氯的影響力 其實是比較大的 所以這你就會知道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算出來的 最後這個Membrane Potential OK -60 它其實是比較接近甲和氯 甲和氯所計算出來的Nest Potential 而不是鈉 我們剛好算過 甲和氯 它其實算出來都是負的 60到80之間 鈉是正的55 這個數值其實是比較偏近於這邊的 因為它受到通透性的影響 好 所以總括來看 我們來用一個圖 來化解一下這個 我們細胞膜內和膜外 離子分布的狀況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我用黃色的胖胖來代表 我們細胞膜的環境 裡面都會有鈉、甲、氯 包內、包外 都會有 因為它具有通透性 所以我們用箭頭 雙向的箭頭 來告訴你說 它其實是給流入或流出的 字型的大小代表 就是它多度的多光 對不對 這個箭頭的部分 因為甲離子的部分 它的通透性最高 所以它是一個實線的一個箭頭 氯離子四肢 所以它是一個虛線 再來鈉離子最低 所以我用電線的來表示 但是在整個黃金裡面 除了這些離子 還有一些離子 可能你會遇到 比如說在細胞膜內 有一些比較大型的蛋白質分子 這些東西它其實也有帶電的 通常來講它們都是帶附電的 不過因為它的體型很大 所以它沒有辦法自由的通透 也就是細胞膜對它來說 並不是一個通透膜 不是一個自由的通透膜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雖然它對細胞膜內的 最終的這個靜電盒會有影響 但是呢 它對我們的細胞膜的電位 並不會產生影響 因為它沒有辦法通透 它沒有辦法製造電盒的流動 所以這個地方是 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A-的地方 我們並沒有畫任何的箭頭出去 所以它這個固定 大概會對我們離子分布的 多寡會有一點點的概念 那由剛剛的計算 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permobility 越高的狀況之下 你對goldman equation 裡面的waiting 其實是越強的 所以在這個分布底下 我們其實是有 甲離子和綠離子的分布 來決定我們的membering potential 好 知道大概的狀況之後呢 我們再回顧一下 我們說其實會影響到 這些離子的分布的話 大概就兩個因素 一個是diffusion 對不對 一個是drift 一個是擴散 離子的濃度所造成的 另外一個是電位 電荷的濃度所造成的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依照各個離子來看 每一個離子 每一個離子抽出來看的話 它是不是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因為我們最後是使用goldman equation 來計算電位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並沒有去看 每一個離子 是不是達到平衡的狀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以假離子來說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 觀察的結果的話 是包內比較多 包外比較少 對不對 應該說包內遠大於包外 所以這個時候它所產生的擴散 diffusion是往外 對不對 drift剛好相反 因為現在是帶一個負電位 memory potential是負的 所以它把它拉進來 一個往外 一個往內 所以怎麼樣 它會產生平衡的狀態 OK 再來呢 濾離子 濾離子的狀態是怎麼樣子的 來請問一下濾離子是 裡面多還是外面多 外面多 外面比較多很好 所以 擴散會讓它 彼子從哪邊流動 往哪個方向流動 像包內流動 像包內流動 OK 那電廠會讓它往哪裡流動 濾離子帶負電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會往哪邊流 Y Y 很好 因為裡面是帶負電 所以它會往正電的方向移動 也就是包外的方向 那一樣 一個內一個外 雖然方向跟剛剛的假離子 完全相反 但是一樣它是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來 還剩一根 最後這一個 可是會有一點問題喔 我們來看一下 那離子的分布跟濾離子類似 包外比較多 包內比較少 所以擴散來講的話 一定會往包內來移動 但是現在剛好 細胞膜電位又是負的 所以 以一個正離子來說 那是正電 所以它會往包內移動 不管是Diffusion 或者是 我們的Drift 通通都會讓這些離子往包內移動 欸 那這樣子怎麼會最後的現象 還是包外鼻子比包內還要多呢 感覺不平衡啊 因為它拼命都要往裡面走嘛 那你現在包外又比較多 那怎麼可能還會維持這樣子的狀況呢 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除了剛剛的Diffusion跟Drift以外 一定還有一些因素我們沒有考慮到 對不對 我們剛剛考慮了兩種主要的物理的定理而已嘛 那今天在這樣子的考量這兩種定理的狀況之下 居然出現了不平衡的狀態 那其實就違背我們剛剛所討論的內容啦 所以一定還有一些東西 會左右離子的分佈 什麼東西呢 來第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Permobility 其實有一點可以幫我們解釋這個現象 以納離子來說 它的Permobility是遠低於甲和氯的 也就是說雖然我想要它進來 但是因為它的通透性很差 所以它會塞車 所以它其實進不太來 進來的速度比較慢 可是這是被動的方式 你只能夠被動的抗拒它進來而已 更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機制 叫做主動運輸 我們除了離子通道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叫做離子幫浦 Iron Pump 所以Pump的意思就是 把你不要的東西 把你這個特定的物質 把它往你想要的方向打過去嘛 對不對 像我們細胞膜上面就有一個Pump 專門要把鈉離子打出去 也就是說它只要發現鈉離子在包內的時候 太多的時候它就會把它抓住 然後把它往外丟 OK 這個動作其實是跟剛剛的Drift 或是Diffusion相違背的 不過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它們可以達到一個穩泰的平衡 使得包外的鈉離子還是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濃度 這個是我們剛剛沒有講到的部分 所以我們特地拉出來說一下 主動運輸的話呢 它的原文叫做Active Transport 這個主動的意思代表什麼呢 有主動就有被動嘛 被動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不要放著骨盤它就會發生啊 物理的定律就會讓它發生 比如說你今天把水壺放開 我的手放開的話 我的水壺一定往下掉 這就是一個被動的現象 因為地心引力會吸著它 所以剛剛講的Diffusion還有Drift 其實都是被動的一個現象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主動運輸呢 就是跟被動不一樣 你是需要花一些成本才能夠達到的現象 什麼成本呢 對於細胞來講的話 它的成本不是錢 它的成本就是ATP 你要花一些能量 你要消耗能量才能夠完成這個動作 把鈉離子往外丟 那在細胞膜上面 有誰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離子Bump 講完整一點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鈉甲離子Bump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寫的 它是一個sodium和potassium的一個pump 它在把鈉離子往外丟的同時 它也會把鈉離子往外丟的同時 它也會把鈉離子拉進來 所以它會創造一個平衡 因為反正我們鈉離子 就是裡面多外面少 鈉離子就是外面多裡面少 所以它會把外面的鈉離子拉進來 把裡面的鈉離子丟出去 這個過程它其實是需要耗能的 它需要吃能量的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停止供應能量給細胞的時候 它還會有主動運輸嗎 就不會了 什麼時候會發生這種狀況呢 比如說上游的動脈阻塞了 沒辦法繼續再運送養分下來 細胞自己的養分ATP用光光了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沒有辦法繼續產生主動運輸 OK 所以這時候細胞會發生什麼現象 停止了主動運輸以後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抵抗鈉離子進入細胞膜 對不對 所以以剛剛的那些物理現象被動的這些運輸來看的話 你知道我們的diffusion要它趕快進來 因為外面很多 我們的drift也要它趕快進來 因為裡面電位是負的 雙重的影響力之下 我們的鈉離子就會快速的進入包內的環境 OK 那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造成裡面的鈉離子濃度升高 那別忘了除了離子的平衡以外 我們水部分也會平衡 裡面的濃度太高的時候呢 根據滲透壓我們的水 會有大量的水進到我們的細胞裡面 所以水越來越,鈉越來越多 水也越來越多的狀況之下 最後你的細胞就會像撐薄的水一樣整個脹起來 到極限的時候就是破掉 所以你的細胞就會脹死 所以那個細胞就掛了這樣子 所以細胞壞死其實就這樣產生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蠻嚴重的 對細胞來講蠻嚴重的 你只要不能夠做主動運輸的話 基本上它大概不久以後就掛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停止供應養分了以後 那個細胞可能會活不成 組織可能會活不成的原因之一 可以嗎 那相對於主動運輸來講 我們剛剛有提到 Diffusion和Drift都是Passive Transport 它都是不需要能量就可以達成的事情 只要你製造出這個環境 它就會這樣子run 那當然細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更應該去解釋一下 這個納甲離子通道的構造是什麼 不過我想這應該不會是這堂課的重點 那如果各位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去修一些比如說 細胞生物學這樣子的課程 你可能會了解更多的東西 知道裡面的運轉的機制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大概就點到為止 讓大家知道有這樣子的現象就好 各位的專長其實是在什麼呢 反正現在是不是有電信的活動 對不對 有一些電壓對不對 有一些電流電壓產生的時候 各位其實最厲害應該就是 我們可以試著使用一些電路元件來代表它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我們可以找到適當的電路元件 來代表我們剛剛所說的這些特性的話 代表我們今天面對環境的改變 電位的改變其實我們可以用這些模型 來去解釋細胞膜電位的改變 OK 那當你的模型跟你觀察到現象符合的時候 Bingo 其實你就找到了怎麼樣去解釋 細胞膜的工作的一個方式 OK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稍微來解釋一下 以剛剛一個單一的細胞通道來說 比如說以那甲離子來看的話 我們說它其實只要濃度不均衡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nose potential 對不對 就會有電位產生 有電位產生就等於什麼 就是直流電壓嗎 只要你的濃度維持在恆定的狀態 也是我們剛剛說steady state的狀況 一個恆定的狀況 那這一個就等於像直流電壓一樣 OK 它是一個直流的電位 固定不動的電位 那現在有不同的離子啊對不對 有鈉啦有鉀啦有氯啦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每一個離子通道 根據它的離子濃度分布 都會有一個相對應的直流電位 那此外呢我們知道說 其實除了電位會影響到分布以外 還有的是Premiability 離子通道的通透性 也會影響到最終的細胞膜電位嘛對不對 那通透性的概念我們可以用什麼電路元件來模擬呢 其實就有點像電導 電導是電阻的導數 電阻越大的話代表電導越小 那我們剛剛講Premiability通透性 就有點像是這個專用道到底通不通嘛對不對 道路很寬廣的時候 阻礙很小通透性很高 所以電阻就會很低 反之道路很狹小還有道路施工的時候 阻力就很大對不對 電阻就會比較高 通透性就會比較小 所以其實呢 我們可以用電阻的概念來表示它 OK 我們剛剛的Premiability的導數 其實就大概是等於這個每一個直流電位 所相對應串聯過來的一個電阻 OK 那在上面的電流 靜電流的流動呢 基本上代表的就是那個靜電核的一個移動 所以除了這三個離子通道以外呢 它其實還要考慮主動運輸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了 那如果根據這些被動運輸的話 其實通通都想要進到包內來 它能夠維持一個平衡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Iron Pump 也就是下面這張圖灰色底色的地方 我們需要一個Iron Pump 來提供一個主動運輸 把納離子一直往外面丟 那這個往外面丟的這個大小 電流的大小會跟它往裡面流的電流大小 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這樣子納離子的濃度才會均衡 OK 那這邊往外丟的同時 其實它也拉進來夾 所以它們也會有一個平衡的電流存在 所以Roughly一個細胞膜的片段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一個電路來去模擬 其中我們最後量測到的細胞膜電位就是 內相對於外的電位長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你改變任何一個特性的時候 比如說你可以去模擬 我如果今天去改變濃度的大小 造成Nense Potential改變的時候 你這一個最終的Membrane Potential 到底會不會有怎麼樣的改變 等等的 你都可以用這樣子的電路模型 下去做模擬的動作 到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我們到這邊大概是對於細胞膜電位的產生 做了一些簡介 所以我相信各位現在大概都知道 這跟離子濃度有很大的關係 那接下來這個主題 是要告訴各位什麼 叫做動作電位 Action Potential 我們剛剛其實也有一些例子 之前的那個實驗的圖形 紀錄圖形有告訴各位了 Action Potential其實代表就是一些電位的波動 它會讓我們的細胞膜電位 從負的大概50到100個mV 上升到60mV 上升到60mV 可能會有一些波動 不一樣的細胞不太一樣 但是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所以現在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要有動作電位 我們先撇開怎麼樣產生動作電位 我們先來問一下 你覺得為什麼要有動作電位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一直維持Resting Potential 有人想要試一下嗎 你覺得為什麼要有動作電位 這個東西 維持維持Resting Potential有什麼不好的 我們來想一下那個 比如說以神經系統為例好了 神經系統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很好 傳遞訊息 它要把訊息傳遞出去嘛 對不對 它怎麼傳遞訊息 靠電訊號嘛 對不對 就是靠我們剛剛算的老半天這個電訊號 如果你的電位都一直維持一定的話 你要怎麼傳遞訊息 我如果都一直永遠維持-80mV 我怎麼知道我收到了什麼樣子的訊息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OK 它一定要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才知道有Message傳過來了嘛 那怎麼樣告訴你這個Message 就是透過電位的改變 讓你的電位產生波動的時候 所以下端下游端或接收端就知道 OK something happened OK發生一些事情了 然後你就知道 接下來你應該要做什麼樣子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動作電位的目的 它要產生一些變動的電位 來告訴你 今天如果以感覺神經來講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 有一個痛覺進來了 有一個觸覺進來 或熱溫度的感覺進來了 如果是運動神經的話 它會告訴他說 OK你要收縮一下 我現在要把腳抬起來 所以你大腿前面的肌肉要收縮 OK它其實就是傳遞訊息 它就是用動作電位的產生 來傳遞這些訊息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目的知道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怎麼樣產生動作電位 請問一下它怎麼產生動作電位 怎麼樣讓我們的細胞膜電位 可以從一般在穩定狀態的-幾十mV 跳到正六十個mV 或正五十個mV也好 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回頭看剛剛那個 Golman equation 你要改變細胞膜電位 其實你能控制的東西是什麼 控制離子的濃度 可是離子濃度是為什麼會調控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你可以去控制 離子通道的通透性 也就是剛剛的permeability P 我們剛剛說離子通道其實是位在細胞膜上面 對不對 它其實都是一些蛋白質的一些結構 我們可以改變結構的這些特性 來去控制這個所謂道路的寬廣程度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讓它的通透性降低 好那原本三線道變成一線道 反之今天我要讓它多一點過去 我多開幾個路間讓大家走之類的 OK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來主動調整通透性的 那它怎麼樣讓它的通透性調整之後 達到一個正50類似像這樣子的membrum potential 動作電位 action potential 最主要的其實我們改變的是鈉離子的通透性 當然不是只有鈉離子 等一下我們就會知道不是只有鈉離子 但是鈉離子絕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算出單純只有鈉離子的狀況之下 它的nence potential是多少 正的50幾嗎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數字很重要 因為其他兩個都是負的 對不對 甲離子和鈉離子所產生的通透性 所產生的nence potential都是負的 所以你在怎麼調整都還是負的 對不對 可是鈉離子你只要一變了以後 它的通透性改變了以後 你的membrum potential馬上就會往正的方向靠起 OK 所以action potential怎麼樣子產生的呢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神經細胞或是肌肉細胞都好 也就是這些excitable cell 它受到一些刺激 讓它瞬間快速的去改變 離子通道的通透性 尤其是鈉離子通道的一個通透性 那原本鈉離子通透性很低對不對 所以通常來講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放大 放大以後呢 它就會增強它對於membrum potential的這個影響性 OK 所以你把它提高之後呢 通透性變大以後呢 造成影響是什麼 剛剛這條路很不好走啊 鈉離子通透這條路很不好走 但是你增高它的通透性以後 很好走了 所以很多的鈉離子想要跑進來 很多的正電荷跑進來以後 所造成的效應是什麼 包內的電位就會上升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過程呢 我們把它叫做去極化 剛剛那個resin state的membrum potential呢 也就是包內相對於包外 是負電的這樣子一個 負電位的這樣一個狀況呢 我們又把它叫做polarization 極化的狀態 因為它產生一個並非電中心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地方呢 就好像是它本來是負的電位 但是它努力的要把它拉回去正電位的方向 它就是一個去極化的過程 OK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大幅的增加鈉離子的通透性 來改變membrum potential的大小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是來做去極化 那詳細來講它是怎麼樣子產生的呢 我們可以來更仔細的來說一下 我們怎麼樣子讓這個鈉離子的通道產生變化的 這時候我們就要講到 其實鈉離子通道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性 它對於電位的變化很敏感 就是我們這邊寫的Voltage Dependent 它對包內外的這個電位很敏感 通常來講它感受到電位上升的時候 它會變得比較sensitive 它的pombability會比較高 也就是說它會增加它的通透性 當電位上升的時候還會增加它的通透性 這個性質其實對於我們的生理電訊號的這個特性 有很顯著的影響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簡單舉一個例子 告訴各位說這整個產生action potential的過程 我們舉的例子很簡單 然後我們以感光細胞 就是你看到東西的這個感光細胞 來當成一個例子 各位知道你是怎麼看到東西的嗎 你看到的東西其實在我們的視網膜成像 我們是透過眼睛看到的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會在視網膜成像 那視網膜怎麼樣看到這些東西 在上面成像到底有什麼效果呢 為什麼你好像看得到東西 為什麼我看到很多同學坐在這個地方 那是因為視網膜上面有很多的感光細胞 它會接收光的訊息 轉換成電訊號 透過視神經傳達到我們大腦的視覺活化區 我們的視覺區在什麼地方呢 不是在眼睛旁邊 是在大腦手的後腦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各位的視覺區 它會把這些電訊號傳遞到後面去 然後你的皮質大腦皮質很厲害 它接收到這些視覺的訊號之後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虛擬的螢幕 虛擬的視覺 讓你覺得好像我看到這些東西這樣子 可是其實這全部都是電訊號所產生的 你看到其實送到這裡面的已經不是光了 你送到這個地方是電訊號 所以這個地方在傳遞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把這個光的訊號 轉換成電的訊號 才能夠透過視神經往後傳 所以怎麼樣子在視神經裡面 產生這一個神經刺激呢 它的做法的話大概就是 我們在前面光訊感光細胞上面 它其實它有一個像sensor這樣子的東西 它接收到光以後 它就會產生電的訊號 這個電位的波動 就會讓我們剛剛的那個細胞膜電位 產生一些上升 原本都是負 比如說負70 類似像這樣子 它就會開始讓它上升 讓它上升的時候 我們的鈉離子通道 第一個它非常的敏感 它就會開始產生 它開始感應到這件事情 這個時候細胞膜電會改變了 所以鈉離子通道 它的permobility會開始有點提升 一旦它提升到某一種地步 也就是外界的刺激持續 或者它強度到某一種地步的時候 它開始會進入一個循環 什麼循環呢 它會打開一些鈉離子通道 讓更多的鈉離子跑進來 鈉離子跑進來之後 Rushing跑進來之後 會造成什麼現象 裡面的正電離子變多 所以電位提高 更進一步的讓我們的細胞膜電位 再繼續提升 再繼續提升以後 它會再繼續去刺激這些鈉離子通道 讓它的permobility能夠再更強 再更高 所以它會再去刺激更多的鈉離子通道 再繼續打開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所謂的positive feedback 跟各位在電路系統或控制系統裡面 所追求的negative feedback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通常在電機的這個領域裡 因為我們希望維持穩定性 所以通常我們講的都是不回饋 因為我希望它穩定 在生理的系統 起碼在細胞這個部分 動作電位不是 它剛好相反 它的目的是要在短時間之內 產生非常快速的電位變化 也就是動作電位 所以它其實是用的是一個positive feedback的機制 只要你的刺激能夠到達一個強度 開啟了這個正循環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正回饋 讓你的電位變化越來越快 因為越多的鈉離子通道打開 就會讓越多的鈉離子進來 電位就會越大 電位越大 我們剛說過了 鈉離子通道的permobility 是對電位的變化非常的敏感 所以它會再打開更多的鈉離子通道 讓更多的人進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 整個時間的變化會是什麼樣子 來看這個圖 代表是產生動作電位的時候 電位的變化 以及各個離子通道的一個對應圖 橫軸代表的是時間 縱軸代表的是細胞膜電位 一開始的時候在resin state的部分 所以它是一個穩定的細胞膜電位 直到了我們給它一點點刺激 這個刺激可能來自於我們剛剛說 那個感光細胞接收到光訊號 造成了電位的一些些上升 上升到某一個threshold之後 刺激強到某一個地步的時候 因為環境裡面總是會有雜訊 所以不是每一個風吹草動都要產生positive feedback 要夠強的刺激才會產生positive feedback 怎麼樣叫做夠強呢 就是對於神經細胞膜來講的話 它都會有一個threshold 只要它超過了這個threshold以後 就會啟動我們剛剛所說的正回饋 它會讓sodium channel open 讓鈄離子通道打開 正回饋以後 更多的鈄離子通道又打開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電位會快速的上升 上升到動作電位的最高的部分 可能是正30可能是正40或正50 這跟每一個細胞形態也有關係 開到了某一個極限之後呢 沒得開了 所以它開始會關閉 OK 進來的差不多了 電位改變的差不多了 所以它會開始進入關閉 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我們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的話 我們電位就會停留在正30、40、50這個地方 不動 可是這對我們來講也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為今天我們的神經不是只要用一次就好 就瘋火台不是只要燒一次而已 你有時候下一次刺激來的時候 你還是希望能夠傳達訊息嘛對不對 你的神經不可能只傳過一次了 所以你希望它其實在傳遞完訊息以後 還能夠恢復到原本的狀態 原本resting state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我們知道現在裡面的 sodium, iron,鈉離子很多 可是我現在又想要回到穩定的狀態 讓我們瞬間能夠掉到-60、70這個scale 所以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來考慮一下另外一個離子叫假離子 我們說在平衡胎的時候 假離子裡面比較多還外面比較多 包內很多嘛對不對 是包外的幾十倍嘛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這個時候去控制我的假離子通道 我讓它通透性強一點 我打開更多的通道 讓我的假離子卸出去的話 這個時候是不是可以產生 跟剛剛完全相反的結果 剛剛我讓鈉離子進來嘛 電位急劇上升 我現在讓假離子快速出去 所以電位會急劇下降 因為正離子跑出去 電位下降了 所以你的電位就可以回到原本的 Resting Potential的部分 回來的差不多之後 OK 你的Potassium Channel 也就是假離子通道 開始可以關閉 恢復到原本的樣子 OK 那這邊呢 就會恢復到五釘碳 不過話說回來 雖然這個時候恢復到 好像剛剛原本的Resting State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包內的離子濃度 跟剛剛已經不一樣了 我意思是 這邊的電位跟這邊的電位 雖然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們其實裡面的離子濃度 不太一樣 因為有比較多的鈉離子跑出來 然後有一些假離子跑出去了 所以真正的穩定態 還是必須要仰賴主動運輸 再繼續開始把那些鈉離子往外丟 有把假離子拉回來 才能夠恢復到原本的Resting State 所以這就是一個完整的Action Potential 所以我們說 其實由鈉離子和假離子 它的通透性的改變 其實就可以創造出Action Potential 或是引發出Action Potential 製造神經的刺激 傳遞訊息 在這一頁裡面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訊息 想要告訴各位的就是橫坐標 OK 橫坐標的部分 哪一個部分呢 我們剛剛說橫坐標是時間 請問一下這個時間的尺度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我們看到右下角有一個one minute second 它代表的是一個比例尺 這樣子寬的部分 代表的是一個mini second 所以請問一下一個動作電位 所需要的時間大概是多少 大約估計一下就好 一兩個mini second 對不對 所以其實動作電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它只要一兩個mini second 就產生到結束完成了 所以在下一個時間 如果還有刺激進來的時候 它還會繼續產生一個動作電位 再上升再下降 這樣子 OK 我們先上到這個地方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謝謝